在您居家附近如果是常常飘来咖啡香 相信您可能不会太在意 但是如果出门就闻到了尿骚味 久而久之大概也很难不抓狂了 就有民众反映三重吸引公园的厕所 经常是臭气冲天 因为这里有三多 那就是独穷多 游民多 还有醉汗多 看起来飘飘亮亮的厕所 但却被嫌常常飘来恶心的尿骚味 原来常有醉汗懒得进厕所 直接就地解决 附近住户已经任无可忍 每天一定出门就要闻这个味道 然后每天出门我就要看小孩 看人家是不是在那里 直接在那边尿尿 就他有厕所也不进去 直接在外面给你撒尿 我们每天闻那个味道 长期下来受得了 为了维护居住的品质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邀及相关单位 现场了解 今天要特別邀请我们警察丘 跟这个环保局来 他如果很生意要来处理 警察说他在今天十二点前 要来这里装一个巡逻箱 他不管是来顺客 比较奇怪的人还是留英 他就会把他带去问了 还来环保局承诺 承诺他现在每天都一定要来两三次 顺客有味道 没想办法让这个便宿没味道 警察局和环保局也从善如流 除了加设巡逻箱 每天也会加强巡检两三次 务必使厕所长保清洁 还给新一公园优良的环境品质 战略 战略 下四次 跟